然后我把它稍微变长一点 好 接下来做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打开hypershade 在hypershade里面新建一个玛雅的材质 我就用Lambert 注意到Lambert2新出来的材质 我把它改个名字叫reference 好 在reference里面改变它的颜色 点它颜色最右边的黑白棋盘格的图标 然后这时候就出来另外一个面板 这时候我们在这里选择file文件 点了它以后它会出现一个选项 让你去看我鼠标所在的位置 让你选择你的图片 这时候我就把它点开 找到我要的图片 这时候可以看到我的reference的材质球 就已经变成有图片的了 这时候选择它 然后选择我的plan 然后在我的材质球上面点 按住右键 然后选择assign material to selection 好 材质上去了以后 我按键盘上的6键 这样我的图片就显示出来了 我现在把它把它给立起来 立个90度 是90度 好 然后呢我选中这个建一个图层 变成这个建一个图层 选了图层以后我给这个图层命个名 选择rename 或者双吉他 我加上reference ok reference one ok 然后 这个时候 我要调整一下它大小 这个图片的比例 其实上是因为我是用肉眼看的 如果你真正要深究这个比例的话 可能要用那个要看它具体的大小 这个我现在就是差不多用肉眼看一下 关键就是看那个琴 这个琴身上的那个音孔是不是一个正圆形 我差不多收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给protect起来 这样的话我就选不到它了 好 现在我建一个新建一个plan 同样的 我把它转90度 把它拖出来一点 好 然后给它一个shading x-ray 这样可以看到它 然后呢 我在它的atribute里面把它 把它resolution改小一点 改成6 6乘以6 这样的话它是一个稍微 风格稍微大一点的 下面我到我的front view里面去 我现在按接盘的6键 让它显示图片 然后这样选中这个材质 再加上一个x-ray 好 我现在调整它的大小 我把它移到一个理想的位置上 然后调整它的这边的纵向的大小 调整它的纵向和横向的 也不用太精确 反正我们要拖动这个点 所以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就移动它的这些点 尽量的去贴合这个吉他的曲线 好 好 这时候我这一边就已经弄好了 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尽量不要让这个 不要让这个点和点之间离得太过于接近 就是我要把它稍微放均匀一点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edgeflow会稍微好看一些 我把这个稍微扭动一下 像这样 线现在就比较均匀 好 我把我把这一面做好了 那一面的话我就直接删掉 删掉了以后 复制回到object mode 变成w 然后我controld复制一个出来了以后 然后我在这个channel box里面给它一个-1 因为我知道它是在x轴 所以我在它另外一个轴上选一个-1 好 这样就复制到那边去了 把两个一起选中 选中以后选择combine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以后 再把它中间的这些点选中 我选中它中间的这一六点 然后选择merge 在editmatch里面选择merge ok 它就变成一个物体了 现在我回到perspective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刷了以后呢 我现在需要做这个中间这个圆形 因为这个圆形 我们有这个上上几课讲到的 讲到的那个用圆柱体去用booling去给它运算 然后现在我有个跟你讲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选中这四个面 我让这个四个面变成一个正圆形 麻雅里面有个这样的命令 所以就是在这个我先选中这四个面 选中四个面 然后我按住我的shift键 然后按住我的储备右键 这样才会出现一个选单 注意在这个选单你往下移 在这下面 这里有一个叫circulize components 选中它 它就变成了一个 它就变成了一个圆形 这个圆形有点偏移 就看到它有点往右边偏 这时候没有关系 我可以让它稍微转过来一点 然后我把这个圆形调整一下 因为我知道它是个正圆形 所以我一定要按比例来缩放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用一个圆柱体 去弄去求的这个圆形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需要一个正圆形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吉他的音孔是一个正圆形 这样的话我把它移到这个位置上来 移到这个位置上来以后 好 回到object mode 这时候我就觉得这两个点有点太 比较不太顺 我把它理顺一点 这时候我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其他的网格都还算比较均匀的 但这个地方就有点空了 都是长 比其他的的话稍微要长一点 这个时候我就选择我再给它切一刀 具体怎么做 然后呢我可以用insert edge loop insert edge loop里面 看看能不能加一条 对就这样加一条 差不多就这样了 再把这个稍微 把这两个点稍微修一下 把修平一点 好 其实 我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孔删掉 这个正面就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一 delete history delete history 二 modify center pivot 很多事情就是 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上面 你比如说在extrude的时候出现问题 或者是在 smooth的时候出现问题 都是因为这个没有delete history 下面我选择它的外面的所有的边 双击 双击选择所有的边 然后 进行一个extrude extrude 这个厚度 然后我把这个 把我的这个隐藏起来 把我的这个隐藏起来 extrude完了以后 顺便再把这个mesh 再把这个洞给封上 弯好以后呢 我要把它这个边全部连起来 嗯 在这个modeling toolkit里面选择multi cut 好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连线的时候应该 应该是很容易的 尽量对称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 我这里有有多少边 一二 一二三四五 实际上这是一个illegal polygon 但是我如果连着这条线和这条线的话 看这个 那这条边就有点太太细了 我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是我要怎么做呢 我连这里的边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那种极细小的那个斗边形的那个存在 从而你在smooth它的时候 它就不至于会出现那种小小的那种pinch 那种不完美的情况 好现在我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琴箱给做出来了 然后呢 还是一样 要执行一件事情 就是首先delete history 用object mode选中它 我delete history delete history就是把之前的那些步骤 比如说我进行了extrude什么的 我把它全部消掉 这样的话它就作为一个 一个物体存在它没有任何的记录 这样的话我再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它不至于去搞乱我的这个效果 最终效果 然后再做一次centerpivot 然后如果再不放心的话 我还要再做一次merge 这次merge的这个作用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我怕有没有那个点 它两个点在一起是重叠的 这样的话也会搞坏我们的这种效果 所以为了确保它每个点都是一个点 那我就选择 add mesh 然后选择 merge merge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点都变成了黄色 就说明它们每个点都在 它们在这位置上 重叠的点都已经被合并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选择这个在物体 选择物体模式 然后给它来一次extrude 沿着它的Z轴 给它稍微 extrude一下回到那个 回到这个点上 这样的话它的厚度 木头的木板的厚度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以后 现在如果我用smooth的预览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圆形 这样的话 我a1返回它的这个多边形 这个low poly的情况下 low poly的状态 然后我要把它的边给锁定住 锁定的边怎么锁定 用edge把它选住 记住要选一条连续的edge 好 选好以后 给它一个bevel 调整fraction的数值 你调整它数值的时候 它会按照0.1的increment 就是它每次你往右拖一点 它就会加减0.1 这种情况下 我想要调整更细微的怎么办 所以我就按住control control就可以在0.01的 每一个单位是0.01的尺寸上面进行调整 然后好 选择这个大概0.05 这个可以 先确定一下 这边也是要进行锁定的 所以我选中所有的边 你可以看见现在我一选 它就选中了所有的边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 把它的edgeflow给做的比较好 所有的边都连起来了 所以它这些边 它就可以默认是走了一整条边 我之前的就没有 之前我就需要需要提示很多下才能选到这条边 但这条我一下就可以选到 所以在布线的这方面 你们要自己体会 选择bevel也是一样的 我给它个0.05 好 然后 音孔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我先选择这条边 你看这个音孔是不连续的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边走到这里的时候 它两条边交汇的地方 这个也是有两条边交汇的地方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先把它选中 好 再把里面这条边选中 选中 选中以后 来一个bevel 也是这样给它0.05吧 这个0.05的话不行 我就干脆目测一下 这是 看那个0.03左右 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 这时候再进行smooth的话 回到object mode smooth 看起来就圆滑了很多 但是这时候可以看到 就是我的这个 这还是很圆 在这种情况下 我需要给它加一条边 加一条边的话 我就用insert edge loop 因为我这里 但我的时候已经出现两条边了 那我在中间给它加一个insert edge loop的时候 就很容易 我只要在这中间选中它一条边 然后 加一条就好了 在这里加一条 OK 然后我在这边也加一条 在它中间加一条 这里也是一样 我在这里中间加一条 这边也是中间加一条 你按住shift的话 它就会加在正中间 这样的话 回到object mode 给它一个 这时候你再看 它就是一个比较 完美的形状 没有太多的pintion 没有太多的artefacts 我们今天 对今天课就 其实就只做到这里而已 如果你们熟悉的话 这个很快的十分钟就可以搞定 那你们自己先做的试一试 然后做到这一步 如果这中间碰到什么问题 直接在微信上问我就好了 好 好 大 bury 谢谢观看